工程會的許主委 各委員 各單位的代表 我們現在請許主委 謝謝 主委好 委員好 首先談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也是我們工程會列管的工程 那現在機場捷運連體通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講的 詳細報告 年底我們可以完工 達成通車條件 那通車的日期由營運機構來決定 好 那從列管的過程裡面 我來請教一下主委 總工程會1138億 從95年就動工 原先一定是98年就要完工了 但是現在 現在拖了 要106年才能完工 那這個部分 這中間的過程 列管的過程 我們列管的什麼 中間有沒有提出任何的建議或是警訊 讓這個機場捷運在過程當中 我是從這一個角度 主委 那個階段不是你當主委 因為從現在往前看這些問題 我們工程會過去是失能的 我是不曉得說監察院有沒有對工程會提出糾正 主委 你的看法呢 跟委員報告 98年要完工到106年才完工 跟委員報告 我們工程會它是一個法治機關 對於工程部分我們負責監督 監督列管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是執行機構 所以對於機場捷運的工程 我們一直在監督 在我們控管之下 主委好 你監督的過程 這中間這個過程裡面 列管的提出建議的 把資料整理出來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把這個資料提供給本席好不好 是 可以 我來研究一下這中間的過程 到底我們工程會發 可以說發揮了什麼功能 主委 我們可以從這個 98年要完工再延宕 8年的時間 延宕8年的時間完工 這中間的過程 我們一定要去檢討嘛 對不對 主委 那個階段也不是你當主委 所以說我是認為說 這中間列管的過程 工程會所提的任何的警訓建議 到底是什麼 還是一片空白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希望主委 針對這個列管的過程 這中間有任何的建議 指示 可以把這個資料提供給本席嗎 沒問題 好 謝謝主委 好 另外 另外針對 目前桃園鐵路高價化 好 主委 你當主委以後 算這個也是算新的推動的一個工程 重大工程 是 現在進度怎麼樣 桃園鐵路現在目前大概是算比較像擱淺 因為原來是高價 現在地方要求要改成地下 這個 所以他這個 這個工程的進度就暫時停止這樣子 主委 主委 我想你是針對這個問題 不是很清楚 這個過程不是很清楚 要不然你工程會要站出來說明 我們桃園市政市長已經對外宣稱 如果要改成地下 工程會要增加892億 這是他講的 媒體都有登 而且 其成要延後10年 所以說他已經對外對媒體講說 甚至於對市議會講說 這個計畫改成地下化是不可行的 那你主委和你現在講的 和鄭市長所講的是藍原北側喔 所以說主委可見這一點喔 你是沒有掌握到狀況喔 主委 我剛剛講這個 新聞媒體都有報導喔 你不要用 鄭市長說要把這個 高價改成地下化 用這個來唐篩 是在工程延宕的理由喔 主委你是沒有掌握到狀況喔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上一次我們工程督導匯報 因為我們那個 副市長也是我們 王副市長也是我們的 委員之一啦 針對這個 桃園鐵路高價的 我也跟他交換過意見 他說他來處理喔 那他希望還是照我們原定計畫去進行 那剛剛委員所講的已經 打掉協調了 鄭市長已經在市議會對外 對議員 對議會 執行 都已經講得非常明確 是 是是 那 那委員剛剛最新的這個資訊 可能我沒有掌握到 因為他還沒有給我回報 那假如這個已經解決的話 那我們計畫可以 可以再繼續 不過主委 我跟你報告一下 實際上 到目前為止 工程延宕不是地上地下的 這個因素 不要把這個責任 我們應該肩負的 你是內管單位 連這個狀況都沒有掌握到 我是不曉得說 我們內管什麼 主委我針對這一點 我希望主委能夠深入的 去了解 要充分的掌握到 整個國家重大建設的狀況 好不好 是是 主委 另外 另外就是 針對剛剛所提的議題 我希望 工程會不是一個扮演 扮演 這個官僚 來監督的角度 而是要提提供出 工程專業 因為你工程會本來就是工程專業單位 要針對所有工程推動 重大工程的推動 要充分的去掌握 然後建立 建立 這個檢核 及疫情的機制 他們所有 推動的 進度 包括品質 這個掌控 和工期 進度工期和品質的掌控 我希望主委能夠充分的了解 而且呢 能夠 針對 執行單位 去做檢核 和 疫情的 發生的問題 工程單位 本來就是要 你監督單位 你 本來齁 你這個 列管單位 就是要提出這樣子的建議 我是認為過去工程會 從這個整個工程會 列管的 這個規範 你們列管的 有沒有什麼列管 列管作業的 標準的SOP 提供給我好不好 有 好 提供給我 以後我針對重大工程 我就給你要一些資料 我看你有沒有去列管 是 好主委 我是 希望說 從這一個角度 能夠 政府能夠充分的掌握到 國家重大工程 同時呢 對執行 真正達到 落實列管的 績效 好不好 好 主委另外一個問題 高鐵 要破產 要接管 工程會目前掌握到的狀況是什麼 好主委 報告委員 我們是在工程進行中的 計畫我們在執行 那高鐵案子已經 結束列管 已經不是我們在管 結束列管 目前爭議的呢 目前爭議調處的呢 高鐵公司提出 沒有 調處 有沒有這個案子 沒有 沒有 我 我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是出張案 沒有要負責任的 沒有 因為沒有到我們這裡來申訴 因為這屬於出張案 是已經 由財政部來接管 主委我給你 我給你 報告一下 葉部長 在你現在那個位置 他講說 高鐵公司 包括高鐵的董事長 謝任的董事長 他都說 高鐵公司 要向交通部 來求償三千億 三千億喔 這中間當然是 求償一定是有 政府跟高鐵公司 執行過程的 這些問題 主委如果說高鐵公司 向政府求償三千億 成功的話 我想 這是 這是 前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主委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高鐵在興建計畫中 過程當中 一個專業的問題 過程中 因為發生了921的地震 結果發生921的地震之後 整個變更設計 要求安全係數要提高 這中間所增加的費用 現在高鐵公司要求償的 就是這一項 那當時如果說交通部有行文 要高鐵公司 變更設計 提高安全係數 那從這一個角度 主委 主委 你分析給我聽 高鐵公司 在未來仲裁 調處仲裁 贏的面有多大 報告委員 因為高鐵案是促倉的案子 那 已經從去年我們移轉給財政部的主管 所以將來財政部是主管機構 但是如果是回歸到 求償面的時候 是因為工程 政府要他變更設計 所追加出來的工程費用 從這一個角度 主委你的專業 你分析給我聽 那個 他求償 實際上要照他提出的具體事實證據 來判斷 那這個屬於天災的風險 理論上 應該 不是大家共同要負擔的 就是甲乙雙方要分攤的 所以說這個問題 葉部長就是因為有這一些種種的問題 在協調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高鐵公司 怎麼樣能夠解決他們的財務問題 這個問題隱藏著對政府的一個 一個爆炸的危機 一個賠償的危機 所以說這個問題 我希望工程會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要去詳細的分析 然後跟院長報告一下 好不好 是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陳委員 謝謝徐主委 接下來我們請陳歐波委員 謝謝 謝謝 To